随着微博音乐盛典,线上推荐环节的火热开启,整个网络都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挑战。 这一场战斗不仅考验着粉丝们的团结力和号召力,更是对艺人本身在乐坛地位的一次检验。 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肖战凭借出色的表现和庞大的粉丝群体,最终在年度歌曲和年度人物两大领域中实现了首度反超,强势夺下第一的位置,成为了此次盛典中的一大焦点。 一开始的竞争其实非常激烈,乐坛的实力唱将们如华晨宇、周深、马家琪、宋亚轩等人气偶像都榜上有名,排名接连紧随。 肖战虽然一度排在第二,但正如大家所见,他的强大号召力和雄厚实力让他最终实现了反超,并成功登顶。 这背后不仅仅是粉丝们日以继夜的投票支持,更是肖战在音乐领域里一步步走来的积淀和努力的结果。 肖战,作为一名兼具演员和歌手身份的全能艺人,从他出道至今,他的歌唱实力一直都备受认可。 无论是影视剧中的Ost,还是个人单曲,肖战都展现出了不俗的音乐才华。 尤其是在《陈情令》中的《无稽》,更是成为了广大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广为传唱。 凭借这些优质音乐作品,他成功赢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因此,这次他在《微博音乐盛典》上的反超,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实力使然。 很多人认识肖战,可能最初是因为他在电视剧中的精彩表现,尤其是他在《陈情令》中的魏无羡一角,使得他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青年演员。 然而,肖战并不仅仅满足于演员的身份,他也用心耕耘在音乐的领域中。 在这个《追梦》的路上,肖战展现了他多面的人格魅力和才华。 2019年,肖战发布了个人单曲《光点》,一经推出便迅速登顶各大音乐榜单。 这首歌不仅旋律优美动人,更传递出了肖战对梦想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在这首歌曲中,肖战以轻量的嗓音诠释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歌声中充满了力量和温暖。 正是这样的用心和努力,让他的歌曲得到了广大粉丝和听众的喜爱。 除了《光点》,肖战在《陈情令》中的《Ost》、《无羡》也成了他的音乐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曲将剧中人物的情感与肖战的演绎完美结合, 使得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也被歌曲深深打动。 肖战的唱功不仅体现在他对音乐细腻情感的把握上, 更体现在他对不同风格音乐的驾驭能力上。 肖战当然还有很多的歌曲深受大家的喜爱, 而他每一首歌曲都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不断进步和成长。 这些音乐作品的推出,不仅让他的歌迷们得到了更多音乐享受, 也为他在音乐领域内树立了更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全民皆可参与的投票平台上, 每一票都代表着对偶像的认可。 而肖战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反超, 背后离不开他多年来在音乐领域的深耕细作, 以及他在粉丝心目中树立的积极正面的形象。 粉丝们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肖战的人气, 更是因为他在音乐上展现出的实力和进取心。 音乐与人格魅力的结合, 使得肖战在乐坛和影视圈都拥有了极高的关注度和号召力。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娱乐消费品, 更是一种精神力量, 能够激励和鼓舞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正是因为这种综合实力, 肖战才能在众多实力唱将中脱颖而出, 获得大家的青睐。 近期, 肖战主演的新电影《德显景致》 更是如同一颗超新星爆发,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部电影的消息一经传出, 便如燎原之火般迅速蔓延, 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和期待。 当两位影帝祖峰和廖凡加盟《德显景致》的消息公布时, 整个娱乐圈仿佛被投入了一颗震撼弹。 瞬间, 热搜榜上被这部电影的话题牢牢占据, 人们纷纷感叹着 这令人惊叹的阵容。 对于影迷们来说, 祖峰和廖凡这两个名字, 如同璀璨的星辰, 闪耀着无尽的光芒。 祖峰, 以其沉稳内敛的表演风格, 著称于世。 他曾在《潜伏》、 《无问西东》等多部经典作品中, 塑造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 他的表演细腻而深刻, 仿佛能够穿透屏幕, 直抵观众的心灵深处。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和情感, 让人沉浸其中, 无法自拔。 廖凡, 则是华语影坛公认的实力派巨星。 他凭借《白日焰火》, 掌握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殊荣。 那一刻, 他站在了世界电影的巅峰, 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演员的卓越实力。 此后, 他在《江火儿女》、 《沉默的真相》等作品中不断突破自我, 挑战着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的表演充满了张力和爆发力, 如同燃烧的火焰, 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激情。 这两位影帝的加盟, 无以为德显景致, 这部电影增添了无比厚重的分量。 有人调侃道, 这是要在大荧幕上演技互标的节奏啊。 而从此前曝光的剧本来看, 这部电影确实给了每位演员充足的发挥空间。 祖风和廖凡的加入, 必将让影片的质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观众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视觉和情感盛宴。 然而, 德显景致的演员阵容远不止于此。 这部电影已经集结了完整的八大顶流, 除了肖战, 祖风和廖凡之外, 还有段一红, 尼大红, 周依然等口碑爆棚的实力派演员和新生带潜力鼓。 这样的阵容, 简直就是星光异矣, 让人目眩神迷。 段一红, 一位演技精湾的实力派演员, 他的表演充满了力量和深度, 能够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尼大红, 老戏谷中的代表人物,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仿佛是一幅生动的画卷, 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人生的沧桑。 周依然, 新生带演员中的佼佼者, 他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表演, 为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看到这样的阵容, 任谁看了都得惊呼, 这是要逆天啊。 这阵型也太豪华了吧。 不愧是正午阳光出品, 就是有底气。 确实, 能够集结如此强大的阵容, 正午阳光的实力可见一斑。 这家影视公司, 一直以来都是国内顶尖的影视制作公司之一, 他们出品的《狼牙榜》、 《欢乐颂》、《都挺豪》等多部热门作品, 早已深入人心, 成为了经典制作。 说起正午阳光, 他们就像是娱乐圈的一座灯塔, 始终引领着影视制作的方向。 他们一向以制作精良, 演员阵容强大而闻名于世。 这次为德显景致, 如此下血本, 充分展现了他们对这部作品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他们深知, 只有最好的剧本, 最优秀的演员和最专业的制作团队, 才能打造出一部真正的经典制作。 虽然网上关于德显景致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 但截至目前, 剧组还没有对演员阵容进行官方公布。 有内部人士分析, 这可能是剧组为了让演员们能够安心拍戏, 减少不必要的影响。 毕竟, 在当今娱乐圈的风气下, 过度关注有时候反而会给演员们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肖战, 作为这部电影的主演, 他的表现自然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 从《陈情令》走红以来, 肖战一直在努力突破自我, 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这次能和影帝同台标系, 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网上曝光的片场照片中, 肖战始终表现出严肃专注的样子。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对角色的热爱和执着, 让人感受到他对表演的敬畏之心。 有工作人员表示, 肖战在片场非常敬业, 不断主动和导演, 其他演员讨论角色。 他总是最早到达片场, 最晚离开,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演员。 肖战的努力, 造就了如今的他。 他的每一次进步, 每一次突破, 都离不开他的勤奋和坚持。 他深知, 只有不断地努力学习,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演技,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立足。 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对表演的热爱, 让人不禁对他的表现更加期待。 郑武阳光在制作上的一贯严谨态度, 也为德显景致这部电影提供了坚实的质量保障。 无论是剧本的打磨, 还是演员的挑选, 亦或是导演的选择, 郑武阳光都一丝不苟, 力求将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他们深知, 一部优秀的电影不仅仅是娱乐大众, 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和文化的传承。 相信在这样强大的制作团队和演员阵容的加持下, 德显景致将会成为一部值得期待的佳作。 他将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电影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我们期待着这部电影的早日上映, 期待着肖战和其他演员们 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肖战, 他是娱乐圈的一颗璀璨之星, 用自己的光芒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 他的努力和才华,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演员的无限可能。 在《德显景致》中, 他将再次挑战自我, 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演。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在这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 期待他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的大舞台上, 明星们如过江之际, 层出不穷。 然而, 肖战, 这个自2016年出道以来, 已经持续顶留六年的名字, 却像一颗璀璨的恒星, 始终意义升辉, 无人能及。 那些曾经叫嚣着要超越肖战, 取代肖战的人, 最后无一例外都沦为了一个个大笑话。 为什么肖战可以持续顶六年而不倒, 且越来越顶? 他的成功模式, 为何无人能再现? 究竟差在哪呢? 差就差在, 肖战是独一无二的。 是没有任何模式可以拿来套用和复制的。 倘若非要说他有什么模式的话, 那就是他自身独一无二的大IP价值。 明星的大IP价值, 是指艺术价值加商业价值加社会价值的综合性价值体现。 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 不管明星自身有多大的能耐, 立的是什么人设, 这三样东西, 没有人不想要。 然而, 明星的个人价值体现, 极易走向两种极端, 有人空有口碑, 没有流量, 艺术价值方面虽然闯出了点名堂, 商业价值却没及时跟上, 有人只有流量没有口碑, 艺术价值方面一塌糊涂, 商业价值表面看繁花似锦, 欣欣向荣, 实则根基不稳, 摇摇欲坠。 更多的人则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啥都沾了点边, 又啥都没干好, 什么都想要, 最后又什么都没落着。 那么, 肖战究竟是如何做到持续顶流的呢? 答案就在于他独一无二的大IP价值。 肖战的成功从来不是依靠一张脸, 某一项技能或外部绚丽的包装和后天烘火炸事营销, 而是处于价值核心的他的思想大格局。 肖战的格局是什么? 破界跨界闯事件, 创造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价值。 艺术口碑, 商业价值, 社会正能量示范榜样以及国际影响力, 他统统都想要, 但前提是, 想要的, 他会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不走歪门邪道。 在艺术价值方面, 肖战情修演技, 苦练本事, 扎根剧组, 埋头拍戏。 他尝试不同题材类型的作品, 诠释不同性格特点的角色, 与不同风格的优秀的创作团队深度合作, 努力提升自己的艺术价值内涵。 在《德显景致》和《藏海传》等最新影视剧中, 肖战再次展现了他深厚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势必会赢得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在商业价值方面, 肖战认真演好每一部作品, 用心打造每一个角色。 他凭借良好的艺术口碑来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和喜爱, 为他的艺术价值不断赋媚天才, 从而实现自身商业价值的同步正向增益。 他代言的品牌产品肖亮飙升, 成为商家争相合作的对象。 在社会价值方面, 肖战更是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的积极示范青年榜样力量。 他带领粉丝和广大陆人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公益活动, 将巨大的流量转化为社会正能量。 他深情畅想一带一路, 让世界的目光看向崛起的东方。 他骄傲颂扬国家宝藏, 让中国传统文化瑰宝继续闪耀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肖战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而是他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大IP价值所赢得的。 他的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共同构成了他难以超越的顶流地位。 那些曾经想要超越肖战的人最后都失败了, 因为他们无法复制肖战的思想大格局和独一无二的价值。 所以,让我们像肖战一样, 做自己, 做好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做全天下最独一无二的你自己。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价值、 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成功和荣耀。 在时尚的浩瀚宇宙中, 每一次品牌与代言人的携手, 都如同一场绚丽的星际碰撞, 绽放出无尽的光芒与魅力。 而当意大利奢华品牌TOTS与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相遇, 那便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时尚盛宴, 一场意识美学与现代魅力的深度交融, 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 近期, TOTS发布的2024秋冬系列广告大片, 再度邀请肖战出境。 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业合作的延续, 更是时尚之神的一次华丽馈赠。 肖战连续第三年, 累计第七季为品牌成衣广告代言。 这一壮举如同在时尚的长河中树立起一座璀碳的封碑, 见证着它与TOTS之间深厚而独特的缘分。 此次大片以意大利故事为主题, 取景于历史悠久的 VLL Palazzetto庄园, 这一选择犹如神来之笔。 这座拥有近400年历史的庄园, 宛如一颗时光胶囊, 承载着意大利独有的艺术气息和历史沉淀。 每一块古老的砖石, 每一幅精美的壁画, 每一处细腻的雕刻, 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散发着浓郁的文化底蕴。 而肖战, 这位时尚界的褚儿, 如同一位穿越时空的使者, 踏入这片神秘而美丽的庄园。 他以其独有的温文尔雅, 将一世美学的精髓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姿态, 都仿佛与这座庄园融为一体, 共同奏响一曲跨越时空的优雅乐章。 经典的T-Timeless系列配饰, 在肖战的身上,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那简洁而精致的设计, 如同岁月沉淀下的智慧, 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肖战佩戴着这些配饰, 举手投足间, 净显绅士风范。 仿佛一位从文艺复兴时期走来的贵族, 优雅而从容。 充满复古韵味的T-Vintage系列运动鞋, 在他的脚下则成为了时尚与舒适的完美结合。 他迈着自信的步伐, 穿梭于庄园的古老回廊与花园之间,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现代与过去对话的故事。 每一部都充满了活力与动感, 让人不禁沉醉于这份跨越时空的优雅之中。 本次广告大片中, T-Oz带来的一系列多元单品, 更是时尚叙事的精彩篇章。 Gamino Bobo豆豆鞋, 以其舒适的质感和独特的设计, 成为了时尚与生活的完美融合。 肖战穿着这双鞋, 仿佛在云端漫步, 轻松自在。 星际D-Swing系列包带, 简约而大气, 如同一位优雅的女士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肖战手持这款包带, 瞬间提升了整体造型的时尚感, 展现出他对时尚的敏锐洞察力。 D-Bag Foil包带, 精致而实用, 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必备单品。 肖战背着这款包带, 净显时尚精英的气质, 让人眼前一亮。 WG系列槐靴, 帅气而硬朗, 为整个造型增添了一份不羁与个性。 肖战穿着这双槐靴, 仿佛一位勇敢的骑士, 准备踏上新的征程。 每一件产品都承载着品牌 对工艺与设计的极致追求, 而肖战以其独特的时尚敏锐度, 将这些单品融入自己的风格之中, 无论是休闲还是正式场合, 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完美搭配, 展现了TOTS品牌的多面性与实用性。 肖战, 他不仅仅是TOTS的代言人, 更是品牌精神的传播者。 他以自己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 将TOTS的品牌故事传递给每一个人。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如同一场时尚风暴, 席卷着整个时尚界。 他的粉丝们, 被他的时尚品味所吸引, 纷纷追随他的脚步, 成为TOTS的忠实消费者。 他的影响力, 不仅仅局限于国内, 更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他以其卓越的国际影响力, 和对时尚的深刻理解, 为TOTS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为自己在时尚界的地位,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过去一年, 肖战在时尚界的代言之路, 可谓风生水起。 从年初成为Boucher Run的首位, Icons世家标志名人面孔, 到随后, Gucci Horsebit1955系列的全球预热大潮, 再到TOTS24春夏, 及秋冬系列的连续代言, 肖战以其卓越的影响力, 和广泛的认可度, 成为了各大品牌争相合作的对象。 这不仅仅是数量的累积, 更是质量的体现。 每一个代言背后, 都是品牌对肖战个人魅力, 与职业态度的高度认可。 他不仅为品牌带来了销量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 通过他的演绎, 品牌故事得以更加生动, 深刻地传达给每一位观众。 肖战的成功, 并非偶然。 他的努力, 他的才华, 他的坚持, 都是他走向成功的基石。 他对每一个角色的用心演绎, 对每一次舞台的全力以赴, 对每一个代言的认真负责, 都让他在观众和粉丝心中, 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 他的时尚品味, 更是他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 勇于挑战自我, 不断突破时尚的边界。 他的每一次造型, 都成为了时尚界的焦点, 引领着时尚潮流的走向。 肖战与TOTS的持续合作, 不仅是品牌对代言人价值的深度挖掘, 也是时尚界对跨界合作新可能的一次探索。 在意大利故事的主题下, 肖战以其独特的国际影响力和对时尚的深刻理解, 为TOTS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为自己在时尚界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一场品牌与代言人双赢的合作典范, 预示着奢华风上的新篇章正在缓缓开启。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肖战将继续以其非凡的魅力, 引领更多的时尚潮流, 为品牌创造更多的经典瞬间。 在时尚的舞台上, 肖战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 照亮了整个时尚界。 他与TOTS的合作, 如同一场美丽的童话, 让我们看到了时尚的无限可能。 让我们期待着肖战在未来的时尚之旅中, 继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在这个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 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大家庭, 文化交流如同绚丽多彩的丝带, 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缠绕在一起。 而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舞台上, 中国明星们如同璀璨的星辰, 逐渐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其中, 青年演员兼歌手肖战的表现, 更是如同一颗超新星爆发, 令人瞩目不已。 今年8月份, 在Idle Royalty主办的 Artist Week世界名人排行榜中, 肖战以其无与伦比的魅力 和令人惊叹的广泛人气, 多次强势登顶榜单, 瞬间成为国际媒体和粉丝们 热烈讨论的焦点。 它就像一道耀眼的光芒, 划破了国际娱乐天空的黑暗, 让全世界都为之侧目。 8月10日, 一个如同梦幻般的消息传来, 肖战第二次荣耀登陆五大国际时尚杂志之一的L, 坐镇那重磅的金九刊封面。 这一壮举, 不仅仅是对肖战时尚影响力的高度认可, 更是对他在国际舞台上崇高地位的一次显著提升。 那一天, 他以绝对的优势, 霸气登顶该周的世界名人排行榜冠军位置, 如同一位英勇的王者, 向世界豪迈地展示了中国明星的卓越风采。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姿态, 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中国明星的传奇故事。 他站在时尚的巅峰, 引领着潮流的方向, 让全世界都为他的魅力所倾倒。 紧接着在8月12日, Ido Royalty发来激动人心的荷报, 祝贺肖战与其他两位国际巨星, 再次强势霸占名人周刊前三的位置。 这是何等的荣耀? 肖战,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在国际舞台上与世界顶级巨星并肌而立。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是肖战本人二度蝉联该榜单的冠军位置, 这充分证明了他在全球范围内那令人震撼的高人气和广泛影响力。 他就像一颗永不熄灭的恒星, 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国际娱乐世界。 然而, 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8月14日, 面对外界关于L经九刊封面的质疑声, L官方勇敢发声辟谣, 证实肖战所登上的封面为正刊。 这一正面回应, 如同一声响亮的战鼓, 粉碎了不实传言, 也再次证明肖战在国际时尚界的地位坚如磐石, 无可撼动。 而就在那一周, 他依然稳稳地占据名人排行榜第三的位置, 显示出了他那令人惊叹的稳定人气和强大影响力。 肖战, 他用自己的坚定和勇敢, 面对质疑, 毫不退缩,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在8月22日, 肖战受邀参加欧莱雅Pro品牌的直播活动, 通过这一平台, 他与全球粉丝进行了一场温馨而又充满活力的互动。 这次活动的成功, 不仅为他赢得了更多人的喜爱和支持, 同时也助力他在该州的世界名人排行榜中获得第八名的好成绩。 他在直播中的每一个微笑, 每一句话语都如同温暖的阳光, 洒落在粉丝们的心中, 让他们感受到了偶像的魅力和关怀。 到了8月末, 肖战继续展现其不凡的魅力。 8月28日, 他发布微博祝福15周岁生日快乐, 同时附上一轮圆月的美图, 瞬间引发粉丝和网友的热烈响应。 那一轮圆月, 仿佛象征着肖战那纯净而又明亮的心灵, 照亮了每一个人的世界。 而8月30日, 肖战工作室发布的《L经酒大刊》现场拍摄花絮大片, 更是让粉丝们如痴如醉, 一读偶像工作室的迷人魅力。 他的专注, 他的认真, 他的努力都在这些花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当周排行榜中的第四位, 再次证明了他在粉丝心中的崇高地位。 回顾整个8月, 肖战在Idle Royalty主办的Artist Week世界名人排行榜上的表现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 如同一位英勇的战士在国际舞台上奋勇前行。 从登顶榜首到稳定在前五名之内,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征服了国际舞台, 也让更多的国际观众认识到了中国明星的风采。 他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 飘扬在国际娱乐的天空, 为中国明星树立了榜样。 分析肖战能够取得如此亮眼成绩的原因, 记载于他个人不懈的努力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肖战,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对每一个角色都用心去演绎, 对每一首歌曲都用情去演唱。 他不断地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 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 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他的努力, 如同星星之火, 点燃了粉丝们心中的热情, 也照亮了他自己的艺术之路。 同时, 也离不开背后团队的精心策划和运营。 他的团队, 就像一群默默奉献的守护者, 为肖战的发展保驾护航。 他们精心挑选每一个项目, 用心策划每一次活动, 用智慧和汗水, 为肖战打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精彩舞台。 他们与肖战一起, 共同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 更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文化及娱乐产业的走出去战略逐步生效, 为像肖战这样的中国明星, 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广阔舞台。 肖战, 他是中国文化的使者, 用自己的作品和魅力, 向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他的存在,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明星的实力和风采, 也让世界更加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 展望未来, 随着中国软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相信会有更多的中国明星,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用他们的作品和影响力, 传递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交流。 而肖战作为其中的佼佼者, 定会继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不懈努力,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他将如同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 在国际舞台的广阔天空中自由翱翔, 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化的交流, 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 肖战在Idle Royalty主办的 Artist Week世界名人排行榜上的卓越表现, 不仅是对他个人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明星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一个缩影。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 会有更多像肖战这样优秀的中国明星, 闪耀国际舞台, 展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肖战, 他是我们心中的骄傲, 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是世界娱乐的骄傲。 让我们一起期待, 肖战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创造更多的辉煌,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